五更记者是一个王子无仇的一个故事 总有一天我们人都会到达那个地方 娘亲 神族占领我们新国 奴役万民 有武则 人 永远只会是神的 我五更虽然势单力孤 但绝不服于强权 天命 不足为神 绝不是不能战胜的 我们即使一个非常热血的动漫项目 我们在写写拍摄方式制作的一些想法 包括一些武术的设计等等 有非常多的难度的创新 男员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奖价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心想 这一次我们用了一些元素 相似的图文贯穿在中国的人物心上 然后我们用了各种的绣法 加上钉珠 石头 链子 我们在剧里面要有一个贯穿的风格 这些五更记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架空的草带 我们现在用青铜时代脑作为创作的基础 我们明确了每个种族的地理位置 尝尽风格 地形和建筑上做了很多设计 这次有一个真实感的东西 对我们一番的这种鲜峡的设计 会更让人接触更大 那么又在这边 这次的选角都觉得每个都超高官员 也展现了他们的超高演技 他们说 你是刚刚在下的五更王子 五更的经历都是很大的剥减 情感东西会放得更大 阿宝和熊和他那个关爱吧 他都没有去 他都在想方设法去克服 前世当中也需要有这种毅力的决心 来克服我们面对的每一国家 难道你们甘心永远在这儿当努力吗 他无论暂时一直在这儿當努力的想法